- 買了什麼? - 買了什麼? - 真久以前那張專輯啊,想說... - 路如來買一張 - 路如來買一張 - 以前根本沒有數位平台這種事情 - 我想的時候還沒有 - 你們不要以為數位平台是 - 開天屁地以來就有了東西 - 我們那個年代沒有 - 所以你聽歌,還是你得去唱片好 - 然後看到那個專輯的介紹 - 然後文案寫 - 這張專輯有誰作詞啊 - 這張專輯有誰作曲 - 那個還是會有點吸引力的 - 就是什麼專輯都買 - 因為那時候你也不知道 - 這張專輯到底聽起來好不好聽 - 有時候你真的只能看那個外國的專輯 - 也沒聽過自己人 - 但是封面蠻吸引你的,就買了 - 讀讀看的 - 我在高三的時候 - 超喜歡楊乃文 - 97年發了D當專輯嘛 - 星星飛滿天 - 我覺得在當時那個年代 - 楊乃文是一個很酷 - 很有個性 - 很前衛的女生 - 那一年 - 我坐在一個靠牆的位置 - 然後整年的 - 牆旁邊的海報 - 就是貼著楊乃文《Silence》的海報 - 那一年她就這樣 - 穿著背心 - 這樣陪我 - 度過了高三 - 然後我覺得好幸運 - 竟然人生的第一次完整的詞曲 - 是寫給別的歌手的 - 可以是乃文 - 叫《女爵》這首歌 - 那楊乃文呢 - 她的什麼音樂風格 - 跟她的音樂本身 - 對你的影響有哪些呢 - 的態度吧 - 怎麼樣用音樂代替自己說話 - 這件事情 - 我覺得很多時候語言 - 不只是要去 - 聽到語言本身 - 語言本身沒說出的東西是什麼 - 那件事情有時候反而是 - 看待詞情的關鍵